这是慈禧出病时的真实影像 打头的是一对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青旗兵 装束齐整举止得体 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 在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新红色绸缎衣服 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 大约有几百人 他们轮换着台灵鹫 城中百姓也各个披麻戴小 叩头迎送 在葬礼进行的过程中 数以百计的陪葬指人 被风吹得满大街跑 他们的笑容异常阴森可怖 犹如阴兵开道 送葬队伍的豪华程度简直是史无前例 可据我们看到慈禧下葬的影像 此时的她已经死去一年了 那么慈禧为何死后一年才下葬 甚至出病的队伍所到之处臭气熏天 她的棺木中还渗出血水 难道慈禧这是遭天前了吗 纵观慈禧这一生 可谓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虽然出身十分卑微 却一点也不妨碍自己成为 大清最高权位的老佛爷 在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最后名为老佛爷 但是却控制着清朝的实权 慈禧这一生奢明无度 为了庆祝自己的寿臣 慈禧竟然将北洋水士购买战舰的资金 用于豪华的大百岩席 她要求的菜肴不仅令人惊叹 还要独一无二 甚至超过了圆明园的满汉全席 然而就在寿宴刚开始时 八国联军突然发动进攻 甚至在面对日本人虎视眈眈的威胁时 慈禧仍嚣张地表示 只要对方无法攻入北京城 他就不允许任何事情来干扰他的寿宴 在失去了补给的情况下 北洋舰队在威海卫 遭到日本海军的彻底击溃 而清朝也在老百姓的唾骂声中 迈向了灭亡的道路 时间来到1908年11月 这个祸国殃民的老妖婆 终于闭上了那双英智的眼睛 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慈禧太后留下的后事还没有结束 众所周知 慈禧是在光绪皇帝驾崩的次日去世的 虽然当时清朝已经千疮百孔 但是祖宗的章法不能乱 按照组制 朝臣需要先为光绪举办葬礼 所以慈禧的葬礼就得延弃了 古人都有一些迷信的想法 所以对自己的身后事都十分看重 历代王侯将相的陵墓准备的都是非常用心 慈禧太后也不例外 她活着的时候就喜好奢华 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更是安排的极器周祥 据说当时慈禧太后葬礼耗资巨大 让人吃惊的是 蜻蜓用了八千人来抬慈禧棺材 再加上走在最前面的棺材护卫队 足足有上万人之多 国内外新闻界无不瞩目 这是慈禧出病时的真实影像 七千多人抬棺 上万人下跪 慈禧的葬礼到底有多豪华呢 首先棺木要最好的 它的棺木全部都是由金丝楠木雕刻成 一两就价值千斤 整座棺果重达一吨多 在棺果的正上方 还有一个纯金打造的大圆球 金球的重量更是有33斤重 仅仅一具棺材 慈禧就花费了上百万两白银 然而这只是棺材 在棺材的内部铺满了各式各样的西式珍宝 棺果底部铺上了30公分的珍珠 身上盖着像有金丝串珠的三层颈备 头顶上金子制作而成的缝冠上 镶着一颗犹如鹅卵石大小的珍珠 头顶是一方翠荷叶 口含一颗叶明珠 除此之外 在慈禧的光果中 还放着各式各样用翡翠打造的器物 其中有翡翠西瓜 祖母绿宝石以及红珊瑚树等西式珍宝 简直整个人被珠宝精气包裹起来 极度的奢华无比 从亭放灵鹫的地方到安藏的陵园 长达120公里的道路上铺满了黄沙 送葬队伍前面是身穿新式军装 手持长矛的军人 活脱脱的阴兵形象 中间是教夫 手里牵着马匹 最后是几百名红仇衣 黄羽帽的仆衣 当然这些都不是真人 是纸扎的阴人 慈禧太后归了阴间 伺候她的自然也不能少 参与出行的殡葬队伍规模更是庞大 光是台官的教夫就多达8000人 最多的时候有128人同是台官 除此之外还有上万人的送葬队伍 其中包括皇室子弟 朝廷重臣以及杂役和御林军等等 一眼望不到队伍的尽头 送葬队伍从紫禁城出发 走了整整五天 才到达目的地青冬岭 即使惊挑细选的日子 也避免不了意外的来临 等到他们来到定冬岭准备将尸体下葬时 突然妖风大作电闪雷鸣 雨却始终没有下 这时突然有人发现 慈禧的棺果不断渗出红色的鲜血 并伴随着一阵阵恶丑 这把大太监李连英吓了个半死 里面装的是死人爱 这流血是咋回事 莫非真闹鬼了 周围的民夫纷纷加快了下葬的速度 唯恐引来灾祸 可是民夫在下葬的时候 突然感到棺材变得越来越沉 都快要扛不动了 他们根本不敢多想 下意识地完成了所有安葬工作 那么棺材中流出的红色液体 以及熏的百姓连连作呕的臭气 又是从哪来的 这是慈禧出病时的真实影像 七千多人抬棺 上万人下跪 却在送葬途中意外频发 棺材里不断流出红色的液体 还散发出阵阵恶臭 有人认为是尸体腐烂了 可是据记载 二十年后 孙殿因把慈禧的棺果打开时 慈禧就仰卧其中 面色如生 肌肤也十分饱满 尸身不服 反而还散发着阵阵芳香 为何出病当天臭气熏天呢 红色的血液又是什么呢 慈禧是皇室中人 皇家为了保证慈禧的身后体面 也定然不会让慈禧的尸体发臭 所以尸臭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 至于臭味的来源 是由于慈禧出病的队伍太浩大了 数万人几天几夜不能洗澡 还要长途跋涉 人身上散发的味道可想而知 成群成排的车马 马匹牲畜定然是要排泄的 这臭味大多是由马匹的排泄物散发出来的 而且古代对祭祀也是非常讲究的 一路上茶善不断 那么这些祭祀用品 坏了的味道也够味的 至于棺果中渗出的新鲜血液 慈禧的棺木放置了很长时间 期间估计会有老鼠等小动物跑进去 而且为了保存它的尸身 不得不持续地往尸体上铺成香料 一来防止尸体腐烂 二来掩盖尸臭 应该是这些香料将小动物引进去的 出病这天 老鼠没来得及逃跑 棺材盖盖上后 再也无法脱逃 急在棺材从北京皇宫运往 葡萄御定东陵的路途上 吃了有毒的香料 蹊跷流血 血从棺材板的缝隙间流了出来 但是即便是这样 也没有多少人相信 以至于后来的说法很多 至今都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慈禧太后的棺材里 虽然放了那么多香料 但它留在中国人民心里的恶臭 却是什么时候也洗不去的 好 谢谢 看我好 好 给你 我好